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先给我点个赞哦 那今天呢分享是中国大陆用户如何充电一个属于自己的谷歌账号 那我在充电第二个谷歌账号的时候呢 一直会提示我我的手机号码验证不过 于是呢我又尝试了很多博主分享的 比如说修改浏览器语言的方式 但是对我都不太管用哈 那但是最奇怪的是过了几个月后呢 我用最普通最普通的充电账号的方式 又莫名其妙的就给我通过了 感觉骨额的策略呢随时在发生变化 但是呢为了给大家分享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方式呢 于是我录了这一期的视频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那我们直接看手机吧 首先呢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应用商店 我们去下载一个allplay这样一个应用 那就是第一个我们点一下安装 打开 同意 跳过吧直接 然后呢其实我们是没有谷歌账号的对吧 那我们直接点击一下 然后这里呢会有一个登录谷歌账号 那我们直接点击添加 哦它还在安装套件 我们稍等一下吧 还没安装完哈 再等一下吧 在这个地方它是在充实化一个环境的 稍等一下我们 那好了其实现在呢就已经初始化成功了 下一步呢我们就点击这里 然后点击登录谷歌账号 那我们肯定要开启一下对吧 点击登录谷歌账号 点询问就好了允许 发送短信允许 读取 允许 读取短信 允许 好了 然后我们就点击一下这个添加吧 首先呢我们是随便尝试一个吧 下一步 它其实我们找不到我的谷歌账号对吧 那我们就点击一下忘记电子邮件地址 那我们还是随便写一个 然后点下一步 那姓氏呢 那我叫消货牙 然后下一步 那它提示我们找不到账号 那我们就点击返回 返回 再返回 然后呢 大家看到没有 在我们这个页面的左下角会出现一个创建账号 这样一个小按钮 我们点击一下 那我们点为我自己创建 那姓氏呢 我们叫 你好世界 那下一步 年份 年份呢 比如1990 然后月份 10月份 生日 14 性别女 然后下一步 那我这里呢 你可以用它推荐的这个地址 也可以为自己创建一个吧 为自己创建呢 可能会好记忆一点 那么就写一个 036 hello 那我就这样一个吧 我先复制一下 下一步 那这里是密码了 密码的话 就不给大家显示了 好了 已经输完了 我们点击下一步 然后它呢 会让我们 就是通过 手机号码来验证 那我们就随便输入一个 当然这个手机号是能够收短信的 好了 那我们这个应该是可以了 下一步 然后 我们 我们不会用这个手机号来作为一个安全提示 那我这里跳过哈 如果说大家需要 这个号码来作为一个安全提醒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点击下一步 那我这里就跳过了 OK 那其实我们的账号 它就已经给我们创建好了哈 那点击下一步 然后我同意 然后接受 OK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账号呢 就已经创建好了 那今天的教程呢 就到这里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要结束了 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 就赶紧行动前来马上去注册一个属于自己的谷歌账号 因为不知道是半年后还是一年后 连今天的这种方式呢也不奏效了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式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 稍微压期待与你的下次再见 拜拜